科史米尔的前世今生 中国如何失去了科史米尔 整个科史米尔地区大致可以分为 三块其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三国控制区 南部硬控区从西到东分别为 扎末、科史米尔山谷与拉达克 巴控区从南到北分别是 阿扎德克、史米尔、巴尔地斯坦、吉尔吉特 中控区从东到西是阿克赛钦 卡拉昆仑走廊 其中,拉达克、巴尔地斯坦、吉尔吉特都曾是中国蜀国 一部分被英属印度控制 阿克赛钦则始终属于中国 因应当局从未否认这一点 最初的科史米尔仅包括扎末、科史米尔山谷及阿扎德克史米尔 途中北部的红线是印度宣称的 科史米尔地区习惯边境 科史米尔地区位于南亚西北部 与中国西藏、新疆以及阿富汗的瓦汉走廊接壤 喜马拉雅山脉 阿拉昆仑山脉、新都库史山脉在这一地区纵横交错 山间的谷地,如科史米尔山谷是科史米尔地区主要的人口聚集地 人间的翼狗与河谷都构成了连同中国新疆、西藏乃至中亚与南亚的交通要道 与此同时,这些山脉也将科史米尔分割成不同的地理单元 喜马拉雅山脉的一支比尔本加尔林又将这一地区分割为南部与印度和平原接壤的扎摩地区 以及北部的科史米尔山谷 科史米尔地区最大城市 应控科史米尔首府 斯里纳加就位于科史米尔山谷 扎摩与科史米尔山谷地区的早期居民是亚利安人 在摩沃尔帝国时期逐渐伊斯兰化 并成为摩沃尔帝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区 18世纪摩沃尔帝国衰落时 信仰印度教的多格拉人统一扎摩建立多格拉王朝 19世纪初 多格拉王朝被统治今天印度西北部 及巴基斯坦北部的西克帝国击败 成为西克帝国一部分 1846年 英国在第一次西克战争中获胜 多格拉王朝脱离西克帝国投靠英国 同年多格拉王朝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签署阿姆利则条约 英国将科史米尔山谷低价出售给多格拉王朝 建立英属印度扎摩科史米尔土邦 1947年印巴分治后 扎摩东部及科史米尔山谷归印度 组成印度扎摩科史米尔三个专区之二的扎摩专区 与科史米尔山谷专区 扎摩西部及科史米尔山谷西部山地 则属于巴基斯坦 成为巴基斯坦的一个自治区 阿扎德克史米尔 又称自由科史米尔 喜马拉雅山脉及北属于高原山地 以印巴石控线为界 东部为印度控制的拉达克 西部为巴基斯坦控制的吉尔吉特 巴尔地斯坦 拉达克及印度查摩科史米尔邦三专区之一的 拉达克专区 下辖东南部的列城县 与西北部的卡基尔县 中印边界西段争议区 阿克赛钦 巴巴多斯 及与列城县接壤 历史上拉达克地区 曾隶属于中国西藏 九世纪中叶土藩内乱 其王室成员尼玛拱往土藩西部 吞并拉达克 并将拉达克分封给长子 日巴滚 大量藏人由此进入拉达克 将这一地区纳入藏文化圈 清朝末年 统治扎摩的多格拉王朝 通过两次战争 控制达拉克 并将达拉克划入英属印度 扎摩克什米尔土邦 但中国政府从未承认 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 也曾属于藏文化圈 巴尔蒂斯坦在波斯语中 一围小西藏 14世纪开始逐渐伊斯兰化 清末多格拉王朝在征服 拉达克的同时也征服了巴尔蒂斯坦 并将其纳入扎摩克什米尔土邦 位于吉尔吉特·巴蒂斯坦北部 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坎居滴 虽在清末同样被英国控制 但名义上仍是中国蜀国 1963年中巴达成边境协议后 坎居滴正式化规巴控克什米尔 在印度的认知里 克什米尔还包括 位于盖拉昆仑山以北 中国控制下的 阿克塞清 及卡拉昆仑走廊 然而无论是从历史远远 还是国际惯例的分水岭原则 位于卡拉昆仑山以北的 阿克塞清 与卡拉昆仑走廊都属于中国 印度对这一地区牲索主权的依据 与所谓的麦克马红线一样 都是英国殖民的产物 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克什米尔与印度一样 在英国进入前 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 中国古代一直遵循 祖宗之地那是寸步不让 中华之土寸不能丢 用俄罗斯的话 就是领土没有一寸是多余的 所以这也是很多国家 为了一点领土 大的不可开交的原因 而且甚至很多都是不毛之地 最典型的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 克什米尔之争 断断续续打了七十年了 到现在还难解难分 而巴基斯坦即使国力不及 却还是对克什米尔誓死如归 即使国家打垮 也绝不放弃 很多人对此不理解 这到底是为何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巴基斯坦不能失去克什米尔 否则就是国将不国 亡国之祸 克什米尔全称 杂摩和克什米尔 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 跟我国接壤 整个面积17万多平方公里 人口1600多万 而从经济价值来看 克什米尔那是世界上最荒凉的地区之一 没有资源 没有矿产 而且到处是荒漠和高原 当地的百姓那是穷困潦倒 很多地区甚至现在都是原始状态 而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地方 南亚最大的两个国家 印度和巴基斯坦 从1945年达到现在 整整干了70年 到现在都是剑拔弩张 随时举国相拼 对此尤其是巴基斯坦 实力那是大大弱于印度 但是巴基斯坦却是举国玩命的 要保住克什米尔 甚至直接迁都克什米尔地区的伊斯兰邦 来个天子守国门 而且为了克什米尔可以不惜代价 不惜损失 甚至赌上国运也在所不惜 很多人都不太理解了 为何会如此呢 荒凉的克什米尔到底有多么重要 以至于巴基斯坦 绝对不能失去克什米尔呢 其实主要是三点 第一 北大门户 历史来看 南亚大陆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大陆 北面和西面都是高山 直接围出来一块巨大的平原地带 而这个就好比一个阳圈 而阳圈的钥匙就在克什米尔 克什米尔位于东亚 南亚 中亚的交合位置 古代无论从哪个方向 敌人进入南亚 唯一的通道就是克什米尔 因此克什米尔就好比是打开南亚的钥匙 是巴基斯坦的北部门户 而且巴基斯坦国内大部分都是中亚人 尤其是阿富汗部落 所以一旦克什米尔失败 那么门户洞开 整个国家可能随时会面临崩溃 分崩离析的境地 所以本来实力较弱的巴基斯坦 必须将克什米尔抓在手里 这是保障自己的关键 第二 制高点 南亚大陆大部分都是平原 低爱高原地带 但是克什米尔却是南亚大陆的制高点 这里海拔普遍在4000米以上 谁要是占据克什米尔 那么就直接俯视南亚 将是一马平川 所以这一点对于巴基斯坦 也是生死存亡的 因为一旦这个制高点被印度占据 那么还不随时就能灭了国 所以这对巴基斯坦来说 那是存亡的大事 第三 国家完整的关键 印巴分治本来是 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两个国家 那么理应伊斯兰教都归巴基斯坦 但是印度却凭借强大的实力 先是直接独立了孟加拉 使得巴基斯坦损失惨重 而克什米尔1600万百姓 也都是穆斯林 印度再占据克什米尔 那么无意在肢解巴基斯坦 又迈进了一步 一旦克什米尔在手 那么肢解巴基斯坦的 庞哲仆人 战性德人 普什图人 毕露之人 那还是非常容易 所以巴基斯坦那是退无可退 退一步 那整个国家就完了 所以即使赌上国运 也要不能失去克什米尔 这是生死存亡的大事 人们为了解巴基斯坦的